大家好,又到SKY時事話的時候 今天要開麥克風的原因就是要講到葉劉淑儀、容凱欣 大家知道國安處那邊的就請了他們回去協助調查 但是,似乎大家都對這件事有些不同的表述方式 袁弓儀的大女兒袁尼望就在美國回來香港之後被帶走協助調查 袁尼昌和容凱欣一起接受調查也是超過三個小時 這件事不可以討論,我們都希望有更進一步的情況和了解 容凱欣就表示自己清白,會全力配合 我們看到這件事就是親情和大義滅親兩件事有矛盾 不其然令我想起有關孔子的瑜伽思想的一些看法 今天和SKY就談談這個情況,SKY你好 是的,大義Sir好,因為今天大家應該收到很大量的消息 就是袁弓儀的大女兒又被人接受調查 還有袁尼昌兩夫婦都分別要他們接受調查的 回去問話的也帶走了一些文件在他家裡 也都有檢查他們的其他留下在警署裏面 繼續調查他的手藝電話、紀錄、銀行這些所有東西 都是在國安公署查的 所以我覺得今天我們要講的原因就是 我們看到這樣的情況 但是我們就是覺得容凱欣和她老公 就是她的關係和她老爺這一家人 雖然你就說出來了 但是我覺得你身為立法會議員 你就宣誓效忠我們祖國的 完善選舉制度之下 但是到最後你老公又無端端就走去探訪你的老爺 但是她就告訴別人 我不是跟她說政治 一旦說是家常 但是這件事能不能夠令到 我們香港市民這麼關心這件事的信服 或者能不能夠釋除國安公署 帶你回去調查的疑慮呢 我覺得這件事值得討論 究竟她知不知情 我們不知道的 她自己出來打咪咪說的就是 她說我不知情的 我如果是很配合的 也都覺得國安公署今天做得很合理 很合理 所有事情都合情合理合法之下做的 我也都很配合 一定配合 接著她也有說過 但是她說很配合之下 但是她知道其實 袁尼昌之前是探過她老爺 沒有可能不知道的 是吧? 兩夫妻的老公去哪裡 不用告訴她老婆聽的嗎? 喂 去美國我飛一轉 你走開幾天都要說一聲 你沒可能說不知道 那你知道 那又怎麼樣? 你真的肯定她兩個說了什麼 或者你知道 你又會不會都可以真相說出來 這些就是我們市民的疑惑 很多人這樣說 這樣怎麼可以呢? 加上大家都看到 她是什麼 出自這個 新民黨的葉劉淑儀的 葉劉淑儀是多重身份 所以我覺得 對於葉劉淑儀 很多人都很大的意見 因為見到她說的話 做的行為 似乎不是幫政府 做什麼智囊 我認為她是打對台 的成數會高些 戴維水你覺得是不是呢? 這件事 我覺得始終有個問題存在的 因為我一直覺得 禍不及妻儀 但是在法律的面前 你如果有任何資助 尤其是 你包庇一個罪犯的時候 其實你自己本身都違反了 這個法律的 現在目前法律是這樣的 我們說法理情三件事 首先是合法 你有沒有道理 然後才說情 我們不是說父子之情 雍色之情 或者是家人之間的情義 我們不需要照顧 但是 如果你在法律上高 你是有必需要提供資料 去 告訴 相關的單位知道 究竟 你和她的關係 現在是怎樣 你知不知道 她的去向 我們可以看回孔子所說的 孔子所說的 就是親親相隱 父為子癮 子為父癮 這個在我們中國儒家的傳統思想上高 其實是接受的 因為這個是倫理之間的關係 但是在大是大非上高 我們中國人都有那句 大義滅親 大義滅親其實 其實 如果 你有相關的訊息 你提供資料 給相關的部門知道 或者 你有什麼情況 你告訴她 現在怎麼樣 有沒有資助到她 這個是法律上的問題 是不是 Sky 沒錯 所以 我們一定要請她們回去協助調查 而我知道 容海恩 就是接受了 三個小時的調查 而袁尼昌 就是接受了八小時的調查 相對 程度大很多 因為她老公 在警署期間 容海恩已經出來 可以開咪 講的 講回她拘捕她是什麼事 怎樣的情況 但是一件事就是 知不知情 或者你 很多事情 她說 我不知情 我跟警方交代過 OK 你這樣跟警方交代 但是警方是不會 信你一臉之詞 對銀行也是 必須要繼續調查 為什麼要看得這麼清楚 你們來往的事情呢 就是因為我們必須要理解到 你有沒有違法 像你所說 我們不是連坐 很多人說交錯 不是這樣的事 因為千絲萬流 而且她先生 我先講她的兒子 跟她爸爸的關係 她之前有合私的公司 也是董事 在袁弓夷 四人被我們國安公署 正式拘捕那天 同日她馬上辭退了 兩家公司的主席 那些人問她 那些記者 問她為什麼呢 她就說 暫時沒有話說 她是這麼說的 暫時沒有話說 之後我們大家看到 她自己爆出來 說 如果我去美國 探那個爸爸 是你自己說出來 不過我又想過 問那些警戒朋友 為什麼她會自己說出來 因為她怕別人查到 所以事先相養 想避炎 哎呀 我很清白的 我真的有去過 免得你查到她去的時候 你就水洗不清了 那現在究竟她說的 我說說真的 我不信的 怎樣是什麽涉及到 不完全涉及到 你現在被通緝的所有事情 我絕對不相信 那大家都看到 除了她們一家之外 其他的人 甚至乎 有些人的朋友 不是家人 都或者她以前的黨友 都被人抓了 那就是說之前那個APP 那個平台 你也有份的 都被人抓了 那我想問一下 很難不正面 正確的執法 我很相信大家都看到 國安公署這次做法非常好 很多人就說 很多人曾經說過 不會帶楊凱欣回去 因為她是立法會員 但是今天告訴你們 香港現在的執法機關 從來都是公平公正 說得知你是皇帝老子 我們覺得你有需要接受 調查或者接受問話 是沒有人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的 而且我們得到法庭的首領 警察要拿法庭的首領去調查 或者請她回去接受調查 是需要很多的原因 那法官才批的 是要去法庭拿首領 這件事情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警察要做事是不是去 這樣就可以去 不是的 因為如果你沒有足夠的理由 是向法庭申請 法庭那個人是有禁止你的 或者不給首領你 或者繼續問 為什麼你要我發出這個首領 究竟你有多少資料在手 你需要這樣做 以我知道就是一件事 應該就是很多資料在手 才得到這個首領 所以有時候還沒抓 或者還沒叫去調查 是需要拿法庭的首領 所以你說警方有沒有一些 他們的資料 或者一些他們的問題裡面 知道的詳情在手 我相信怎麼都有一些 才會接受調查的 大家都看到了 接下來我不知道 可能有機會會拘捕 但是你覺得 到現在 容凱恩議員 他現在這樣的情況 他有什麼方法 做是最好呢 可以避嫌呢 大家想 避嫌其實有很多方式 那譬如好像 遲了職先 因為你作為特區 立法會的議員 其實你來了職 那就不會有一個公職在身 這個始終是公職來的 你辭了職 我覺得是會好一點的 因為親情都不可棄 雖然你也說過 我已經是 和他脫離了 翁式的關係 翁式的關係 我真的比較孤陋寡民 就沒聽過 都沒看到 其實你還有很多工作可以去做 我覺得 第一 就是離開新聞黨 不要大家搞到混混亂 這些是你的工作 你的事業 離開了 我覺得是比較好一點的 脫黨 不要做立法會議員 我覺得這兩樣 大家就不要疑惑 你和你先生的情義 始終是最重要的 因為你們都有愛情結晶 還有那個是你的家翁 既然是你的家翁 你和他見面 應該很正常的 還有 如果是的話 我覺得 你可以離開香港 選擇離開香港 那就簡簡單單 享受你自己的天倫之樂 那就最好的 因為從政的事情 你是必須要清楚 和乾淨的 這個是一定的 我們知道 如果你家庭有什麼問題 譬如 尹錫月 她外母 因為欺詐的問題 虛假文書 而且被法庭 判了她是有罪 尹錫月 我覺得她也應該是離職 是不是 你一個家人 來了這樣的情況 還有 拜登也是一樣的 她的兒子有問題 是不是 可能帶一些藥物進去白宮 這些情況 其實 如果你真的覺得你的兒子很重要 其實不妨離職 政治人物在我們的國家裡面 其實最重要是乾乾淨淨 你乾淨 道德品德是最重要的 你自己私人有什麼情況 你就不要重公職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情況 你又不需要說 我兩難 我現在新民黨栽培了這麼久 我又覺得這樣離開不是那麼好 其實你現在這樣的時候 會在香港 造成很多人的情況 這是一個疑惑的 其實 袁尼昌協助調查的時候 他也說過 他就承認自己 在美國 跟他父親 袁公兒 有短暫會面 就是閒話家常 沒有討論政治問題 為什麼會被協助調查呢 你就是知道你父親在哪裡 你在哪裡的時候 我當然要調查你 閒話家常 會面 你是不是有責任告訴我 因為法律上高 要這樣說 你要這樣做的時候 我覺得 是 比較重要一點的 如果你要從政 又要是 我們覺得 你又要去 和你的家人保持良好的關係 那你最好的方式 就是不要從政 我有時候 很多時候都說 忠義兩難全 是不是 你的親情 你是需要的 那你不如 離開這個 是非圈 是非圈 那對大家來說 都好一點 一家人 整整齊齊齊 那你也不需要 做你自己 為心之論 這個是我自己的個人感覺 那我覺得 這樣可能是一個 較好的 處理 亦都令到 這件事可以得以平息 那你離開香港 你 如果真的有協助 或者跟你有關的話 那我相信 國安處 會作出 公正的處理 是不是 需要進行一個拘捕呢 都會比較簡單 起碼大家不會 不會感覺到 究竟你即是怎樣 因為現在這件事 就越來越大了 之前袁弓儀 沒有被通緝的時候 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現在袁弓儀被通緝 就不可以同日異語 而且 這個原相 100萬 這個數目 都幾高 我不知道 容凱欣有沒有這樣的想法 如果有的話 我相信 是最佳 和最明智的 決定 來的 因為如果這件事 再這樣 走下去的話 我相信 對任何人 都是一個 很大的問題 大家不知道要怎麼算好 亦都對香港的情況 是有所而慮 的 我們按照比例來說 就是 應該 他要作出 明智的選擇 因為 這個是優點 就是性格缺點 你損失了某些事情 香港的立法會議席 雖然 都是很重要 但是 對於你現在的情況 的確是不適合 不適合 離去 是絕對一件好事 原理昌 被請去協助調查 老老實實說 是最好的 在法律上 如果在說謊 你當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這方面沒有話可說 因為畢竟 如果你看回春秋戰國時期 其實法制 就沒有那麼嚴謹 但是 我們如果不守法 那 何以去 服人心呢 是不是 很多政治人物 都是要這樣做的 是不是 Sky 是 沒錯 我也很認同 戴雷Sir這一點 你不教人打兒子 就不教人分妻 就是我見到他們 夫妻感情 都非常好的 在口中說 既然是這樣 又要餵下 兩個子女的著想 我也覺得 辭去公職 會對你和你的家庭 更加好的 因為 始終你現在 抱著一個公職 也都是 我覺得會影響你的黨 說真的 影響了你的黨的領導 是不是 而且你都明白 他在政府的 葉劉淑儀 都挺高位的 但是你會影響整個黨 其實很難解釋 一件事 你講中了一件 就是 他見過他父親 即是 你在哪裡見 即是你見到他 但是為什麼 你不公出他行蹤 那就奇略 你為什麼不見他回來自首 你有沒有說 不提的 我們 沒有東西 Hello 你好 什麼都不說 你見到他第一刻 你已經是 涉嫌犯法 不是嗎 你涉嫌見到一個 通緝犯 全球通緝的人士 我不管他是什麼人 但是為什麼 你不爆他的行蹤 不告訴警方 他現在 在哪裡見他 美國哪一筆 你都要講清楚 你沒有可能說 我不說 不能不說 不說 你已經是包庇的了 所以這件事 真的要看 個案公署 調查完之後 你會不會被捕 因為我們表面看 證據很充分的 因為你真的見過 家庭不交代 至少有兩個小朋友 做爸爸去哪裡都應該交代一聲 這個很合情合理 而且我覺得 這麼久以來 他的兒子沒有出過聲 但一見到有機會 他就狠狠聲出來 就解讀一些東西 使得我們香港人 都覺得 嘩 你說這些話 根本人家不是這樣的 也都香港 絕對沒有你口裡的矯架過症 因為我覺得 現在我們必須要這樣做 因為看到現在國家也好 香港國安處也好 打擊你們的決心 從來沒有試過是這麼大的 我都講過 大維報職將開始 首先通緝你八個人 很多人覺得通緝沒有用 不在香港 現在大家看到 現在就是看到成果 你看看 郭榮鏗 蒙兆達這麼多人 包括郭榮鏗的大哥 郭榮樽 都被人調查之後 都發覺原來他曾經 都是公民黨的成員 接下來會不會 又有一些關於他哥哥的消息 不奇怪 因為警察繼續在查 是無日無知 沒有停止過的 到現在我相信 都用了很多時間 大家看到 我們就是為什麼 就是必須要將你逮捕 就算逮捕不到 我都很想知道 你的黨羽 國安公署都說了 我們就要繼續調查他的黨羽 甚至乎家人 現在就在查 不過我覺得 身為立法會議員 真的 這個公席 你講得出來 真是沒有辦法 我覺得 你真是不能夠再做 會好些了 因為你現在講什麼 都令到人家 香港市民也好 都會覺得 有疑惑的疑慮 因為 記住 你是宣誓效忠了 你也講到大意想而過 沒有關係 一知道就會通知警方 OK 但是為什麼你老公 今次去探望你老爺 你不通知警方 你不要說完全不知道 你不能解釋 說不知道 你可以跟警察說 不過 警察信不信 另外一回事 是不是 戴麗Sir 你覺得 這一點 我就覺得 雖然 勇凱恩就說 如果他知道 他老爺的情況 他一定毫無疑惑 披露他的行蹤 那他的兒子 會不會這樣做呢 就是 瓜田李下 有時候我們避忌 始終都會好一點 那我就沒有 權力 和沒有那個 就是 怎麼說 去干涉其他人的私生活 但是 在公眾來說 我就覺得 這一點 要小心一點 還有 葉劉淑儀 最近 他們的主席 新民黨的主席 和行政會議召集人 又對於 鄭海侯那篇文章 就有些解讀的 Sky就跟我說 其實你也有些看法 對這件事 我想聽聽你的意見 好嗎 是啊 因為我覺得 你身為行會議員 剛才我知道 你說哪一位 康家驊 也都較早前 曾經就著 鄭海侯這篇文章 是接受過訪問的 也都有自己的一番偉論 他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大家都錯誤解讀 我曾經之前 我已經講過 普通市民 可以錯誤解讀 但是你們有名有姓有地位 或者有一個 說出來 是不是代表政府 但是你說出來 你都覺得 是太過 反政治化 太過濫用 認為香港 他們兩個 說話裡面的內容 都是覺得 似乎 他誤解了 你口後講的說話 他不是這樣的意思 而你們曲解了 但是你繼續 用你們自己曲解了的 說話 去和市民說 或者跟公眾或者傳媒說 那這個問題就很大了 就是我覺得 連你們在政府部門 叫做行會成員 智囊 你們都不清晰 那你說市民怎麼會清晰呢 所以你們出來講 我認為 你這樣講 有些市民說 誤導我 真的會的 因為 你記住 不是每個人都會覺得 我們不是針對某人 但是你真的有這樣的言論 也都登了出來 報刊 登了出來 我們市民有權 你拿來看的 看完之後 發覺你講的 似乎 和袁彌昌 當天那些偉論 發表的文章 大家都非常一致 很害怕 那我們才覺得 為什麼你們居然會說這些話呢 就是我不明白 還是你覺得 他這樣 你自己錯誤解讀 靖海後這樣說 很代表官媒說的話 你既然覺得是很代表官媒說的話 那為什麼 你又要將它語圈概全 這個我們覺得很奇怪 還有很大的問號 一直以來 說真的 我們對這位 葉投淑儀女士 我們不是刻意是針對她 而是她 真是和鄉 在政府 打對台 非常多次 大家不用說 我很想說 和運會 她是力撐的 到現在 我和大學sir的理念一樣 我們是反對的 一定是反對的 可能 證業會繼續做很多事情 每天都在街站 繼續很辛苦 都是為了你做這件事 那我不明白了 葉劉呢 就是不停地去宣傳 很push 政府一定要舉行 這件事情 已經和市民相違背 那麼多市民聲音 為什麼你還要繼續這樣做 你是想 我自己覺得 你是不是含勝苦於不如 我自己說的 我個人覺得 和大家是無關的 我覺得你有一點點這樣 第二 高球場事件 你又站出來 又是打對台 今時今日 大家看到了 就算我們特首 說了很多次 一定會受罰 但是到最後怎樣 一樣是繼續 怎樣 繼續 要申請 說不行 要推翻 因為是環評報告 那就是說 又來了 一些勢力又來了 我很想問回 現在他們說 現在政制不出聲 因為現在勢頭 大家都看到 你應該知道 什麼勢的 就是告訴你 國家 要清除這些業障 是絕不搜遠的 你們就不出聲 但是 很多人繼續 做這件事 為什麼還要繼續和政府打對裁 選去香港市民的利益呢 這件事 我真的覺得 好不至之餘 我對你 就是我本人 因為這些事 令我覺得 葉太 究竟 他站在什麼位置 我真心說 我真心覺得 我自己覺得 因為有些很多人都跟我說 你覺得不覺得很怪 我說我真的覺得很怪 因為 沒有可能一個政府的次郎 會做一些和政府打對台的事情 我覺得 葉劉淑儀作為行政會議的召集人 他有很多機會可以跟特首聊天 尤其是每個禮拜都是跟特首開會的 行政會議 你可以在行政會議裡面 跟特首聊天 說現在的情況 如何表達 有關的資訊 就是比較好 我們那時候也提及過 其實葉劉 適不適合去做行政會議的召集人 大家聽說 其實不是很適合的 因為他是政黨的主席 你作為一個政黨的主席 你當然有責任和有權利 去為一些社會的事情 而說出你自己個人的觀感 這一點我們是完全理解的 既然你是作為一個行政會議的召集人 你又要為行政會議負責 那其實 你裡面有一個守密 即是保密的機制 你就私底下跟他說 你可以辭任黨魁 對不對 不需要再繼續去做新民黨的主席 或者你做新民黨的主席 你就不要再做行政會議召集人 你推載其實沒有問題 對不對 這個也是你的職責上高的分野 你要守某一定的規則和規矩 我覺得這個是必須的 還有我們看到 但是 少數人 就是 犯法利用國安法 少數人 不明白 有做到 零左 物右 但是 老老實實說 你一開始的執法 我真的覺得 傾向 相對來說比較嚴格 給大家了解到 你在什麼情況 才是不違法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沒有去做這件事 我覺得是相對來說 比較大問題 警方現在的執法 我覺得是剛剛好 因為 老實說 這八位人士應該被通緝 還有現在什麼懲罰MEE 有些初選案 所有的情況 正在逐步步向一個 正軌 不會再去 有很多 是這班人出來 擺明這樣對抗 但是遠對抗 真的不少 我們也看到 葉劉就說 圖書館 沒有理由 將老順的書 下架 這一方面 我認同 我是認同 為什麼 因為這是文藝性的事情 過去的事情 我們一個歷史人物 他說什麼 其實我們要 讓他去 放出來 為什麼圖書館會這麼做呢 就是 我先做了 只是 比較不會犯錯 那一首 港獨歌曲 我也覺得 特區政府應該要很清晰地 告訴所有市民 究竟 在什麼情況之下 播放這首歌 是不行的 還有 有什麼問題 禁制令 我們為什麼運用 這個政策的說明 是要多些 完善些 我相信 對大家來說 都是比較容易遵循的 我們都看到社會上高 老老實實說 現在真的還有很多軟對抗 是不是 這些軟對抗 是不是因為 我們國安法的問題呢 老實說 如果我們沒有國安法 假設 23條還未立 到現在 過了半年 還未立 我都希望早一點點立 因為你立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完整 大家知道 你把尺貨在哪裏 才是正確的 葉劉淑儀女士 我覺得有個問題 你可以跟特首說一下 究竟情況在哪裏 你說建議有些部門要請教保安局 和律政司 重要的 清晰指引 我覺得是必須的 有關的狀況 是否有刑事的意圖 在普通法裏面 但是 國安法的確比較特別 怎樣去做 把尺貨應該怎樣去 找出來 其實 大家要清楚 這方面 我不知道Skyy有什麼看法 Skyy交給你 我都明白的 很多人都誤解了 像你之前 國家安全和國安教育 都誤會了 是吧 相提並論 其實是兩馬子的事 其實 是真的會令到有些含糊的 所以我覺得 是需要多些說明 我更加希望多些議員出來說明 所以我就覺得 到現在有多少人出來 幫忙去說明呢 我不覺得有很多 但是反而對她的質疑 就有幾位 有發覺的 我不是只說 葉太 另外還有兩位議員 都是這麼巧的大律師 都是律師 港玉潘 還有謝偉俊 都有講過同一番言論的 但是其他議員 就沒有出聲的 我看到 就覺得 這幾位議員 他們的看法 其實你們覺得是這樣 我覺得 像你所說的 你應該跟政府說 而且 經常都有前廳交流會的 特首上一場之後 為什麼你有這樣的問題 你不跟特首反映呢 而先去跟傳媒 或者其他的媒體 去講述 我自己這些意見 其實你的意見很寶貴 因為你在購人工 你應該要監察 或者給一個好的意見 政府 你大把時間的 整天都看到你的交流 特首又去過 就和你們交流中 那麽多個小時 或者之前的報告 講很多事情 大把機會去發表你的言論 如何為香港 或者這套國安法 更加原則 去做出一些事情 我覺得 絕對你們身為議員 是必須要做的事情 但是我不見你們出聲 因為我覺得 既然如果你有出聲 傳媒一定講 或者你跟特首 或者你覺得 跟保安局 多些指示 跟別人講 那我覺得 是會比較好的 因為至少不會被人利用 我們不會的 說真的 我們正常人 有些 居心叨測人士 我都相信 絕對有居心叨測人士 不是為什麽會要講一些 明明不是的事情 而將它 擾亂大家公眾的視野 我覺得是有擾亂的 搞到人家覺得是這樣 為什麽他又這樣說 他又這樣說 沒錯 所以我覺得到現在 真的需要告訴大家 國安公署也會繼續努力去打擊 因為之前 其實有些人 有什麽人提過 其實除了我們香港之外 國家 中央都做過一些 調動的事情 大雷Sir 你有沒有看過 這個國安的部長 原本就完兇了半年了 近期 就重新 有一位人士就上任 但是我對這一位人士的上任 我就看得出 原來國家 對於打擊 或者這些牽涉外國勢力 是需要一個更加有 這個 更加有多些見解 和很純熟的 可以給香港的國安處 更多的意見 或者執行的人士 實際上就出現了 這一位就叫做劉光源 出任中聯辦副主任 他的職務 原本的職務 有一位叫陳東 就給中聯辦免去的職務 這一次的人事安排 我覺得就是代表了 國家維護 這個國家安全 不想讓人們繼續 就是打開一個缺口 這樣呢 也都是較早前 有些人就藉著 中央也有講過 藉著內地薄客的文章放風 希望就借力打一隻 淡化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迫切成 我就覺得沒錯 加上現在的人事調動 我想大家已經很清晰 其實我覺得除了要打擊他們之外 這次的人事調動 我相信是跟23條立法很大的關係 因為這位人士 據於國家安全 是非常清晰 也都辦理過很多這些案 這些事情的老手 我看到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他絕對是會 將他的見解意見 他也都有責任去幫助政府去立法 所以我看到這樣的情況 看來 大家期望的事情不會很久 所以我也很相信 我直接在這個節目裡告訴大家 中央和香港是一條心 這次是絕對不會放生一個人 你放心 還有大家看到外國不停誓我們 甚至乎又說要放人 連黎智英都說要放的 這些正正就是干預我們的內政 絕對我們一定會反擊 大家看到現在我們祖國和美國 的關係去到冰點了 大家看到 到現在既然去到冰點 我們還有什麼忌諱去打擊 沒有 我覺得 所以這次港公署的 這麼高調去做這麼多事情 為了什麼 就是守住這個缺口 所以這次我很希望 你們涉及的無論是議員 你們的身份 最好麻煩 都是同一些違法的釐清 否則 你很難令市民不懷疑 真的 無謂令到市民一片輿論聲地說到 哎呀 為什麼要這樣 你又宣誓了 你是打政府工 大家都會明白 不會有沒有機會發生 較早前 以前都試過 公務員都試過上街表達 是不是 我都不明白 打政府糧 賭政府米 我希望我現在說的話 就是希望他們反省一下 不要再賭政府米 如果你真是愛國 或者你好像你口裡邊說 我真是 絕對是支持祖國的 打擊這些人士的人 你真是要考慮一下 我覺得辭職真是最好的方向 這是我們公教的一致見解 因為 如你所說 留你時間 去處理你的家庭問題 家庭問題 我們外人絕對不會過這次 不關我們事的 真是不關我們事 但是你記住 一個政客 和一個通緝犯之間的千絲萬縷 中間又夾著一些人 很難不讓我們懷疑 很抱歉我們這樣想 但是很難不讓人這樣想 那你怎麼解釋 為什麼你老公不跟你透露 老爺的行蹤呢 雖然不是你老爺 或者你可以說 他爸爸的行蹤 你現在回來跟我說 他在哪裡 我立刻報國安 這樣就代表你的清白 否則 你不是開個記者會 打開咪咪就能夠解決 這件事是我的看法 和很想表達的 交給達伴Sir 謝謝薩斯嘉 謝偉俊 接受劉慧卿的訪問 裏面提出這一點 那這些 我覺得不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有些情況 是的確令到黃人 不知道怎樣算好的 但是 我們作為一個正常人來說 其實這些事情 我們覺得很平常 因為我們根本 就不會違反國安法 還有 當你去說話 你會很小心知道 你會懂得去判斷 什麼是對 什麼是錯的 還有 葉劉淑儀也好 任何人都好 其實你這些事情 真的可以提出 對特區政府有什麼建言 這次劉光源 其實他一直都是擔任外交系統的工作 由1986年開始 也曾經任駐美國大使館公司 駐肯尼亞大使 因為中國其實 在中聯辦裡面 懂得外交的人相對來說 是比較欠缺的 現在大國博弈 只是說得不好聽 現在中美是大戰中 那中美大戰中 香港應該有什麼角色呢 我覺得很重要的 美國一直這樣玩我們 我們 沒有可能 指手不公 對不對 我們一定需要 一些人士 知道整個外交 如何操作 尤其是國家內部的人士 所以這次的調任或者升遷 我覺得都是非常適合的 尤其是我覺得 葉龍淑儀女士 她跟美國的關係都非常好 這是一個優點來的 但是另外一邊 我也覺得 會不會有些事情 大家可以多些了解 你跟她的關係 因為這是必須的 你在從政 尤其是你擔任這麼高的職位 你一定要在政治上高 有所交代 這個才是比較好一點的 是不是 Sky 沒錯 而且你真的有時候 我覺得你接受訪問的期間 甚至乎 我不知道你是代表哪方面說話 有少得意 她就說 問到她有時候 我是代表行會說話 我現在這一刻 是代表我的黨說話 其實 你是同一國 一人分析兩國 究竟你跟她說 那又怎樣 其實我覺得 因為你的問題 你可能知述很多事情 而對你的黨有利益衝突的 其實我一直都懷疑 會有的 因為你得到很多 你知道很多事情 對於其他黨 是不太公道的 你這樣攬來做 所以我覺得 你和你的外長 容海應該是你的外長 等了你這麼多年 是吧 你們兩個真的要考慮一下 釐清一下關係 因為 在現在 我們現在 即是在博弈的期間 你們 你應該做回你的責任 是幫我們 繼續對抗外地 不是站在中間 不知道站在哪邊 今天我們真的 覺得 你們 不好意思 我要講一講 為什麼 我會說 會有什麼疑慮 因為她的確是高級華人 也都好像 較早前 孔Sir提過 AO黨的 AO中的AO 是不是 怎麼做這麼高的職位 所以 我覺得 你為什麼不向特首提議 今天我也有疑慮過 究竟 你是否看得起我們特首的背景 甚至乎你覺得 你可以凌駕它之上 不過 我覺得你看少了 或者你看少了警察出身的人 你們可能就是 想這計謀很厲害 或者在裡面玩程序很厲害 但是做實事 或者狠狠來說 真的不夠警察的執法 是做得這麼凌厲的 所以為什麼會 有一個我們現在的班子裡面 有這麼多的紀律部隊 或者是前警察 去做這些 擔任這些官員 或者重要的職位 就是中央是相信 有警察背景 和有這個紀律部隊的背景 他們是會知道 很多的界限界線 或者他們的紀律是在哪裡 或者這些事情 就是你們AO黨不清楚的事情 你們一直延用你的舊方式 就是自己唯唯唯唯 自己在裡面說 不用跟市民說 或者怎麼樣 到現在你還要維護很多 我覺得是一些高級環的利益 所以不好意思 你令我非常懷疑 所以這次這一集 我真的很想說 麻煩我們是反對你所提出的意見 因為這件事對我們香港 完全不適合 也都不要再和市民爭一日之長短 就是講一下 假不打球又怎樣怎樣 政府已經再三強調 是一定會收回 你們拜託不要再發功了 或者你提一下 你們那些所謂的環評的人 這些環評的人 很想和各位觀眾說 日本島核廢水 這麽大件事 之前的所有海洋之友 綠色和平 都去了哪裡 有沒有出過聲 為什麼他們 這幫人 對我們這些蝙蝠 還有什麼蝴蝶 這麼重要 倒下廢水 令到全球都可以受到生態 或者人為上的嚴重的病態 或者整個地球 食物鏈的全部染病 這麼重要的東西 你們這一幫所謂的 綠色和平 地球之友 什麼什麼 麻煩你們應該注意這件事 為什麼你們都沒有聲音 而繼續就要和我們上訴 不行啊 我們覺得這份環評報告不行 我們要推翻 我們繼續要上訴 為什麼你們這樣做呢 所以戴奧Sir 你以為我覺得 是不是這幫人非常之奇怪 還有一些意外 這個問題 我們下一集再和大家討論 因為時間的關係 還有很多的 有關 粉絲在高爾夫球場的問題 是要討論的 好 今天時間到這裡為止 多謝SKY 記得訂閱大衛Sir的頻道 留言 點贊 分享 看廣告 感謝大家的支持 多謝SKY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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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